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变形金刚的大石碧 连续攀散两个近90度的岩壁断崖之后 可上到加利山 因外形与富士山相似而有台版富士山的美誉 是非常知名而热门的终极山小百岳 沿途置身在茂密的阔叶林间 仿佛走入森林秘境 拥有多种路线 大家可依照难易度做选择 是一条略有挑战的践行步道 现在就请跟着阿正的脚步来走走看吧 看一下我的画面 这里 加利山登山步道 我现在在苗栗的路场 加利山登山口这边 最海拔高度是1420公尺 现在时间是8点 今天准备来走哈堪尼山 加利山欧型重楼 这是我的第二双 准备要出发的 好 红队长超热闹的 车子都停满满的 听说还有陆营车要上来跨年 地上都是荒叶 漂亮啊 那我们大队就出发了 目前时间8点06分 先往哈堪尼的方向前进了 哇 这森林真漂亮 空气有好 不过 目前外面风很凉 黄泥标签编号1 8点24分 沿路头上要上到哈堪尼山 泥登山口要3公里 经过一堆乱石区来到万密变号2 时间8点36 这些石头真特殊 都是楼落在能线上 我们又来到了这棵档木 山一次 第一刷的时候就是在这边 整个脚肌肉掠伤 三四个礼拜才好 拖着山腿做完全整 超级累的 而且超辛苦 就是这里 就地重游了 来到黄迷标签室 时间9点20分 然后这里也是一个休息平台 还有插入 那一块警告牌是写游客止步 在过去可能是灰塵禁应该是受镜 所以希望人家不要去 所以希望人家不要去 黄迷变号6 时间9点46分 来到哈堪尼山 国家的海拔高度是1千990公尺 海拔高度是1千990公尺 她有个3点300 编号是6283号 我們來這邊時間是9點57分 周圍沒有什麼展望 都是雜木林 天空宿慣擋道 前方細細酥酥 可以看到對面的山 離開哈看泥山 這裡同時也是黃皮標籤編號7 時間10點09分 我們就繼續了 下一個目標前進了 下一個目標是家底山 會先經過豐免溪 會在那邊休息 看一下現在兩盤都是杜鵑 我們只在杜鵑林裡面 只要有杜鵑 地板就是像糖果一樣 超舒服的 QQ 這半間如果沒有再上班就可以去了 黃皮標籤編號9 時間10點34分 黃皮標籤10 時間10點46 來到樹林平台 往哈看泥山這裡有標誌 前方就是豐美溪的 底下都是豐葉 上面就是豐數 雪花飄飄 雪花飄飄 這片楓葉真是漂亮 來到 峰美溪 現在我在峰美溪 哈看尼山跟佳里山的交界 低點 然後我的後面這一片樹林平地 剛好也是哈看尼路線跟佳里山路線的交會點 是哈看尼的 10號 佳里山的 6號 我們來到這邊時間是 10點58分 現在的高度是1610 等一下我們要再往上 到佳里山 是2220 還有的吧 先補充體力的 吃個午餐 中午的拉麵 大家在這邊用餐了 準備開吃了 HAPPY 離開峰美溪 我們在出發的 簡介 佳里山 地上都是峰葉 乾掉的峰葉 這峰葉很漂亮喔 接過鐵軌之後 接下來繼續躲上 從黃米標籤7 開始 目前時間是12點 12點17分 繼續躲上 接上能線 看到亮了 可以稍坐休息 這裏是黃米標籤9號 時間12點29 來到黃米標籤10 剛剛擦身而過 時間12點38分 前方那個 亮 就是一個甲山頭 1955峰 過了1955峰又要往下 先下再上 然後上上下下上 來到1955峰 一個甲山頭 我們上來的 看一下加里山 你看一下好了 兩間220峰 往那座山 就在前面 那座山頭就是 加里山 白白度是1955 這座甲山頭 我們上來的 時間是12點45分 來到11 時間 1點06分 我們已經下到安部了 接下來就是要爬 阿里山的山脈了 這 時間是1點 13分 這裡還吧 1900 要再往上 320 光明標籤12 時間1點33 房明標籤13 距離12超近了 不到50公尺 時間1點34 看一下正前方那一座 那座山 就是加里山 它的左邊 那個石壁 等一下我們要爬上去 超級像變形金剛的 90度 即將來到 光明標籤14 剩下不到50公尺 現在兩旁都是建築林 而且還要 陡坡上去 來 來到14號 黃明標籤 現在時間2點08分 接下來就是要 陡坡90度上去了 這個端來上去 就是加里山 就是加里山 超早的 正上方 確實這一片大魔王石壁 上去就出頭天了 他們一定 一個出現一定另外一個要去 魔王狗 魔王狗 這個最爛的這個呀 爽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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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什麼就做 哈哈哈 回味啊 超明哥怎麼沒有當我們 自己先上啊 我叫我先上 我害怕 你下來 我害怕 哇 超廣闊的山啊 對面那一座 山的山頭一個建築物 可能是雷達 超級棒 上來第1階段 上來第1階段 等一下還有第2階段的 90度大頭坡 那個第2階段正前方那個 山頭 上去就是加里山了 哇原始山嶺 即將來到加里山 穿過這一段 蒙草區 就 是 斷崖了 剩下這一段上去 就是了 哇要 攀這個鐵梯上去 即將到達 90度 這個才是真正的90度 我看一下這險境的 施畢上來 哇 哇 這裡根本不是 人走了路 這根本是峭壁了 上來了 這上面就是 加里山 哇 就從這裡上來 哇 到達加里山 三角點 這邊呢 一等的 來 我稍微 我稍微 來囉 他也是真是有夠高 我去這邊睡 看一下我的後面這座山的 這一座山 這一個基石 這裡就是 加里山 它的海拔高度是 2220公尺 有一棵 一等三角點 視野相當的好 你看一下 360度的景 雲海啦 超漂亮的 黑啦 好美啊 欸 你有沒有說那邊拍那邊嗎 那邊拍那邊拍嗎 這個不能拍 那邊拍 你用光子 可以呀 OK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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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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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開家裡山 基本上,我們今天的目標都已經完成 哈堂離山 家裡山 都已經走完了 接下來可以帶著輕鬆的心情下去了 剛剛上來那一邊的 黃明標籤是東線 現在就家裡山主線 目前是031,時間3點10分 你給他拉近 好棒啊 你不錯,你不錯 你跟我一樣 同一掛 哇 你看整個都是 超美 哇,真是美啊 百看不厭 今天超級的美啦 怎麼看怎麼美 真的是隨便拍都美 來到家裡沾步到3.0K的地方 時間3點15分 028 黃明標籤 時間3點27分 這裡時常都會有 這種分歧的道路 然後有警告牌 前方飛鼠 步道路徑一身危險 所以就要盡量的避開 以免迷路 又來到了大石壁了 這邊大石壁超壯觀的 每次爬家裡山都會經過 哇 石壁 然後還有老樹 然後還有老樹 哇 這一段 鍍間 倒木也是 超陡峭的 越石頭 越是倒木 又來到獨木橋了 每次來家裡山都會經過 這件石頭好特別 我們要穿過石縫 上去的 這個 造型都很特殊 壯觀 所以都很美 來到一個樹頭像麒麟一般 還蠻有趣的 這裡都有最近被鋸掉的樹頭 可能是短道路吧 新砍掉的樹頭 真的很多被砍倒的樹頭 這不知道是什麼用途 一般廠陽在家裡山 登山步道上 超舒服的 不過天色也越來越暗了 超美的山徑 超刺激的樹根路 每次來都要跟這顆石頭合拍一張 超有代表性的石頭 這下去就是避難小屋了 好 看到2.0的指標牌 距離家裡山還有2.0 時間3點57分 還有得拼呢 即將回到避難小屋了 就在我的1點鐘方向 現在是2點鐘方向 過了小屋就是平路了 快要出運了 避難小屋 每次來家裡山都已經過 天笑的旁邊 在我的右手邊 這裡就是避難小屋 我們終於回來了 這海拔高度是1655公尺 目前時間4點08分 距離登山口大概還要1公里多吧 不過接下來路比較平 可以走快一點 回到天黑了 現在這一段是鐵軌 迎著鐵軌前進 繼續走 好了 這個指標 距離路長登山口 還有1.8公里 哇 真的是又瘦又長 有人說有那個火花嗎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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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 走不了都是遠 都是四根路 來到指標 一公里了 剩下一公里就出入場 繼續努力 加油了 這個又是標記防盜的 這個又是標記防盜的 黃迷標來到009 時間4點28分 時間4點28分 看一下這個指標牌 距離路長登山口 剩下0.75分而已 加油 可以聽到底下 溪水的聲音 看一下指標牌往路長 底下就是封美溪的 我們等一下越過去 來到這邊4點39分 即將過去 這是我們剛剛午餐 那條溪 封美溪的下游 來到封美溪的我們即將越過去 都一隻大石頭 後面的黃美溪 幸好現在水沒有很大 所以很輕鬆的就渡過了 即將回到路長 登山口了 哈堪尼 跟家裡 登山口交會的地方 剩下0.5 這個指標牌上面記載的 即將來到 哈堪尼的岔路了 這顆大石頭過去就到了 又回到大石頭 回到哈加岔路 加里山路長 然後這邊哈堪尼 我們出來了 看一下這個指標 距離加里山3.1公里 哈堪尼山3公里 路長登山口0.1公里 我們回來了 水管 所以水管 牽的好多 都是這上面居民要用的民生用水 所以稱它為水管路 名副七十 已經看不到出口了 即將到達 早上出發的地方 終於回來了 加里山登山口 哈堪里登山口 路場這邊 相通的 今天我們的目標是走哈加仲走 連走哈堪里山以及加里山 目前時間是4點5718 我們下來了 任務原本成功 好熱鬧 還有卡拉OK 聖完登 哇路場這邊還有楓葉可以看 漂亮漂亮 我不是頂退想倒 我不是頂退不頂 可以拉近一點 來來來來 給你高鐵我先來 好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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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餐館 我們今天的晚餐 天天餐館 我們今天的晚餐 天天餐館 回到英哥 8點11分 到晚安 by bwd6